每年的9月是國民們最期待的月份 因為會發表最新款的手機 今年我們也為iPhone14做好準備 就是要讓你有滿滿的3C配件可以直接帶回家 就讓小編今天來告訴你 怎麼樣挑選新手機的配件吧 今年小編也入手了iPhone14 那大家拿到新手機之後 第一件會做的事情 一定就是先幫它貼上乾襪膜 把我們重要的螢幕保護起來 第二件事情就是幫手機挑選美美的外衣 這樣還可以防止手機掛傷或撞傷 那因為現在鏡頭越做越大顆 所以大家對於鏡頭的保護也越來越重視 小編今天就來帶大家看看 我們為大家精心挑選的iPhone14配件 鋼換膜手推蓄紹紙 身為玻璃三大廠之一 它的滑順度真的是不用說 那它有四個款式 分別是一般款 磨砂霧面、抗藍光跟防頭盔 鋼換膜的選擇方法 首先要看你是喜歡亮面還是霧面 如果喜歡霧面那一定就要拿霧面款 而且霧面款比起亮面它比較不會留指紋 喜歡亮面款的就看你是不是需要特殊功能 例如注重體私 或是你想要上班偷偷玩手機 還是你很常需要通勤 那不想要坐在旁邊不認識的人 一直在看你手機 就非常適合防頭盔 如果你跟小編一樣是重度的3C使用者 那推薦你一定要使用抗藍光 以往大家最抗藍光的印象就是會有很嚴重的色差 那蓄照子這款強調的就是無色差 特別適合想要降低藍光傷害 或是喜歡拍照、編輯攝影等 老鐵粉們都知道 一定要買的膜就是金剛的膜 它的厚度比一般的鋼化膜稍微厚一點點 但是滑順度又非常的好 CP值超級高 完全不想動腦就是選它就對了 這次我們還要為了 iMOOS特地進了一款特效藥 就是它 外包裝整個就非常吸睛 是一款送禮自用兩相宜的膜 不只外包裝好看 內裡也給你滿滿的設計感 最重要的鋼化膜本人也是經過小編們推搶過後 不只滑順度超讚 抗刮、防摔也是十分耐得住考驗 以上這三款鋼化膜推薦給大家 馬上要幫大家介紹手機最重要的外衣 手機殼 市面上手機殼白白種到底要選哪一種呢 首先必買的一定是透明殼 新手機就是要用透明殼 這樣才可以讓人家一眼都看出來 不管你用的是哪一款手機 尤其是買特殊色的朋友啊 你一定要把這個臭名殼給它買起來 第二個要考慮的是 自從iPhone12開始推出了 磁吸無線充電MagSafe 那也讓我們的無線充電技術 往前邁進一步 再也不用怕充電的時候 沒有對準無線充電線圈 或是不小心碰到手機斷開充電 但磁吸充電也有讓人困擾的地方 若不使用MagSafe的殼 只使用一般的殼的話 會大大的降低它的磁力 因此如果有磁吸充電需求的朋友 就需要特別考慮這一點 如果你是一個不喜歡換殼的人 那推薦你一定要選擇這款 滴滴的透明磁吸殼 一殼搞定不用多買 四角加強防摔 透明外衣 更可以轉線手機實設 支援MagSafe 讓你無線充電不用再拔殼 不喜歡透明殼的小夥伴 看過來看過來 這款液態細膠殼不只好看 更好摸 內裡跟原廠一樣有著細細的短絨毛 防止手機刮傷 三種顏色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 與手機顏色調適 UNIKE一直以來 也是許多人喜歡的平台之一 與一般透明殼不同的是 它這款旁邊有黑白天條的設計 讓看似普通的透明殼 又多了一絲絲的不同 鏡頭與螢幕的部分也都有加高保護喔 惡魔防摔殼也是近幾年非常夯的手機殼廠牌 那這次我們也進了三種款式 分別是標準款 Pro 與支援MagSafe的版本 標準款都是透明殼 差別在於鏡頭框的部分 有黑色、銀色與彩碳 惡魔防摔殼的特色是在於 手機殼的透度非常漂亮 鏡頭邊框設計非常獨特 之前小編買i11的時候 有一個小小的困擾就是沒有辦法掛手機掛繩 那這次他們特別留了一個掛式孔 方便大家掛掛式或掛神 近幾年疫情的關係 大家對於抗菌特別重視 畢竟手機真的是一個我們天天無時無刻 都拿在手上的東西 因此在桌殼也推出了Pro系列 就是抗菌的手機殼 如果你沒有辦法天天為手機消毒 那就選擇一個好一點的手機殼吧 小編偷偷的說 這款手機殼的內裡設計真的是太美了 那個文物讓人非常療癒 說到手機防摔殼 那絕對不可以忘記的就是iMo iMo是通過美國軍規認證的耐用殼 所謂的軍規等級不一定等於美國軍規認證 是需要通過一定的測試標準 市面上很多標榜 軍規等級的可不一定有通過測試 更重要的是它拆端也非常方便 不用再拆殼拆到手痛 最後為大家介紹一款 是大家許願非常久的手機殼 Beats Play Beats Play Beats Play系列防摔殼 還有四種色系都非常的好看 那它本身四角都有加強防摔之外 特別的是下方多了一個掉繩孔 搭配它們家的掛繩 就可以輕鬆的將手機掛在身上 掛繩有非常多的色系 才是可以選擇 是外出攜帶非常方便的一款手機殼喔 很快來到最後一階段 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鏡頭膜 這次14 Pro跟Pro Max的鏡頭是一樣的大小 但比起以往的鏡頭又更大了一些 所以如果鏡頭不小心刮傷、刮花或是拓裂 都會是一筆不小的花費 小編會推薦大家用小小的金額將鏡頭保護起來 現在鏡頭膜都有非常多的顏色可以選擇 不一定要選與手機相同的顏色 自己搭配出屬於你自己的配色也是很棒的喔 若覺得一個一個貼有棍擾的手殘檔 這次去照姐幫大家設想好了 只要將鏡頭清理乾淨 對其後輕鬆一貼再將透明片取下 一次就貼好了三顆鏡頭 堪稱零失誤、小朋友都可以完成 想要給手機更強大的保護 一定要推薦iMOS的藍寶石鏡頭膜 人造藍寶石硬度是墨式硬度9 僅次於鑽石 台灣重金屬工業不少大自然中就會有金屬粉塵 金屬粉塵的硬度擁有極高殺傷力 甚至可以達到鑽石等級硬度 粉塵伴隨著空氣 可能無意間跑進包包裡或其他地方 而造成櫻木刮傷 一次選擇藍寶石鏡頭貼 可以保護鏡頭更不容易被刮傷 以上就是小編推薦給大家的新機必備好物 但3C配件基本上都是消耗品 還是會建議大家要定期做更換喔 那不管是鏡頭膜、鋼化膜還是我們的手機殼 其實都是加強保護而已 並不是代表說裝上它 手機就真的是百度不清 所以大家還是要好好愛護我們的手機喔 如果在小編介紹的商品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直接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資訊我們小編都很樂意為大家解答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